美鳥在台灣 我快要來個男生 歡迎收看 大家好 姐妹會 我覺得如果有外國朋友 來到台灣的話 我一定會帶他去吃早餐店 因為我覺得它種類很豐富 因為很符合台灣人那種性格 喜歡吃的東西 多元 而且我們每個地區 吃的早餐也都不太一樣 對 台中 台北 有些是早餐吃麵 對 有些是麵包 對不對 都不太一樣 今天我們來好好聊 我們台灣的早餐 有多麼的多元呢 歡迎大家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台灣 那時候我幼稚園才三四歲 那時候的點心就是吃粥 上面加肉鬆 我害怕的不是粥 是那個 好 我跟妳說 是早餐雞分款 如果那個粥沒有肉鬆 我會翻粥 對 真的 因為我剛來台灣 這個東西我真的沒見過 因為它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就很害怕 然後那時候我都還來不及反應 它就加了一坨那個肉鬆上去 我就哭了 因為我不想要吃那個 因為我吃感覺怪怪的 然後後來呢 我就 他那時候就看到我在哭 然後他才拿了一朵白粥給我 我就生氣我說 我說我不要吃了這樣 可是我到現在我已經成年了 我還是對這個 我如果吃玉飯糰什麼 我都會把那個肉鬆 全部都挑出來 很熟 金貴 現在要辦法接受 妳是不喜歡它的味道 還是它的樣子 它的樣子 它的味道 它的任何 它的口感都不行 我真的是 不行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台灣的早餐店的 奶茶 我超愛的 我不是說我們它這個 我以前我每天就是上課前 我都會去買早餐 我都會點一個奶茶 那時候我的綽號就是 我都是點一個大冰奶 後來我想說 怎麼每次吃完 大冰奶 那應該好有畫面 我想說我怎麼吃完 怎麼好像肚子都真的很順暢 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發現 其實是你們的奶 不知道是奶精還是什麼 就會吃完就會非常的順暢 我們有加益生菌 對 益生菌的 對 健康的 所以有外國朋友說 然後肚子有點就是感覺 腮腮的 好像 對 腮腮的 我就會推薦他去喝那個 大冰奶 對 對 好喝又能夠衝出去 對 又甜甜的蒙烤入口 對 沒錯 OK 所以肉鬆不能吃 對 哈魯你也不行 我不吃 那你會覺得我們台灣的早餐 如何 早餐店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早餐店 其實 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不太會講中文 第一次進去 然後就我先坐著位置 然後就點一點了 但是沒人理我 等什麼 對 等什麼 當然沒有人理我 不要理想 所以我必須要過去 然後就還不太會講中文 但是還要跟老闆講 我要點什麼 然後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樣的東西 看菜當然是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就 對我來說非常的非常的難 所以就 我影響到第一次去的是 我就 最後我就算了 然後我就 結果說 老闆就莫名其妙 對 所以是老闆就說 帥哥250 老闆別坐的時候 他媽的 早餐 對 第一箱 因為早餐店老闆不懂 你為什麼一直坐在那邊 對 第二個不知道你為什麼就要走了 突然就走了 然後另外我覺得 那個他們 完全沒有系統 就是那個主持 都全部都 你還要信心 還要信心 好幾個人就一次點菜很多 但是他全部都 記得 真的 這個太厲害 然後旁邊有一個 應該有學徒吧 然後他一直都罵他 好像他準備的不對 準備的沒有快 他壓的東西都還沒有拿過來 然後就一直都罵他 我就 你怕他被罵 我講這個就可能就 你好有愛 如果我講這個可能就被罵 所以你又走了 沒有 就是你下去煎蛋餅 太怕他被罵 你絕對不能跟那個 鐵板的那個人講話 你要跟旁邊的人講話 真的 那個是大廚 因為他腦子有太多東西要記了 所以他會亂掉 我就不能講 了解 然後最近我特別有看到的 有一個東西 其實早見的時候 他們 我譬如說我付100塊 然後他早見20塊的時候 他不會20塊給我 他就這邊的人 這個很特別 很特別嗎 對啊 我可以拿30塊 你不要這樣 是不是 沒有 我們做人誠實 他們有在看 他們有在看 真的 真的 他們看你 看你人品 對 太好我還能做這個 因為以前去夜市也都會 那生意特好 他就說你錢自己放 超票放裡面自己找錢 都會這樣子 對 台灣的早餐的種類太多 我記得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光站在那邊看著那個板子 我站了5分鐘 阿姨問我說你要吃什麼 我說沒在理他 然後我想說好 看 然後我就點了一個漢堡 然後因為 因為馬來西亞的 它的種類沒有到這麼多 因為早餐店一進去 你那個可以吃一個月吧 還有種類 大概可以吃一個月吧 超多的 然後我又是那種天秤座 我走進去我就不知道選什麼 就會很困擾 選擇太多了 我覺得台灣 有選擇之後 馬來西亞的早餐都是一個套餐 一個套餐 一個套餐 它也有一個套餐 但它都是一兩樣 比如說它就主食 主食 就什麼拉西勒馬什麼之類的 就直接點了 不會有什麼冰奶什麼分開 看看 其實我有一次有朋友帶我去菜市場 吃飯糰 那有阿姨揭曉說 這個是華人的漢堡 那我一吃我就覺得 這怎麼回事 然後我吃了第一次 我不是很喜歡 那我吃過兩三次以後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我又發現這裡台灣人 早餐也會吃很飽 那有朋友跟我說 其實你這樣做 然後去上課讀書 不會那麼累 所以後來我也改變了 所以你吃飽一點的那個餐 是吃什麼 吃飯糰 然後小餅油條 好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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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都配什麼 都配什麼 豆漿 好飽 無糖豆漿 無糖豆漿 那你在教課的時候 學生會吃早餐嗎 會啊 我會允許他們吃早餐 好飽 因為我怕他們來上課的時候 如果他們沒有吃早餐的話 會太累啊 所以 而且他們應該吃完也是睡 更累啊 對 太險了 可以上課 整個就很想睡 然後我記得我搬來台灣的時候 我喜歡那個早餐 出來吃早飯在那個早飯店 我覺得很特別的 什麼都很好吃的 而且很便宜的 然後我記得我一次 我一次走夢的時候 睡到下午 下午出來了吃早飯 可是什麼都關了 我就是走路 這一家店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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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在烏克蘭 我們沒有那個特別的早飯店 我們都是咖啡廳 咖啡廳開的早上 一定到下午 或者晚上五點六點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不懂 現在我習慣了 台灣的咖啡廳也開到下午 你吃不到早餐店 去吃咖啡廳也吃不到 對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這個蛋 對 早餐店我去一定要點這個 然後我剛去的時候 就我比較喜歡 有裡面有培桿 然後是起司 就味一點的 後來我點的都是 就是 越來越就喜歡原味的味 就是裡面只有那個蛋 蛋跟那個蛋餅 而且我最近就發現 那個小時候我自己買 蛋餅的瓶 對對對 然後就回家就自己做 對 對我來說那個 蛋餅是在台灣料理裡面 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最好吃 我覺得自己做的最好吃 我很喜歡做這個 然後現在在家裡 我做早餐 做蛋餅給小孩子 小孩也是很喜歡的 所以你的蛋會用特別的蛋 還是就是 普通蛋餅 還是會這樣做 你會的嗎 但是我 就我不喜歡那個 有蛋白蛋黃分開 分開的 我就要攪拌很多 這就比較有 你自己的感覺 對 日本人你知道追求就是 完美 對 早餐店都會那個 夾子 夾子這樣 對 對 有時候還會有蛋殼 對 對 那是日常 或是鹽巴沒有拉雲 對 這一個也會喜歡 對 加點肉鬆更好吃 他不要 為什麼不喜歡 那我舉到那個麵線 蘿蔔糕 或者是 還有那個早餐店 大部分的東西我都很喜歡 但是我就有點不能接受的 是那個 鮮豆漿 豆漿我就有點 那你有試吃過嗎 我沒有吃 沒有吃過那個好喝的 還有油條 那個炭炭的也是 我我就有點 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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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你嫌他太長嗎 為什麼不急 你剪短了 油條要沾到我腳 沾到我腳 信仁茶 信仁茶 都加深淡 對 有什麼味道 你也看我們多生氣嗎 太油的感覺 肉鬆不行 油條好喝 沒有 很好吃 太健康的感覺 對 因為早餐有多健康 對 看看 那我非常喜歡吃小餅油條 哇 如果我來高雄市區 我常常會吃小餅油條 我已經吃很多家的 其中有一家我覺得是最好吃的 因為他們的油條很新鮮 也不會太硬了 所以他們的家我已經吃到很熟 其實我有影片 要不要看我的影片 好 我每一次來高雄市區商客 我都會來這裡吃自家早餐店 我要一個小餅油條 然後呢 蛋餅 然後一個鹹豆醬 鹹豆醬 好 好 謝謝 這個我特別喜歡吃 吃素食鹹豆醬 有蔥茶 然後有其他的蔬菜 這個外面都沒有 所以就很好吃 很好吃 好厲害喔 很道地 你真的吃鹹豆醬耶 對啊 我真的吃啊 可是我吃小餅油條 一定 一定要 蘸在 這個豆醬裡面 蘸著豆醬 蘸著豆醬 一定要邊蘸這樣吃 這個是朋友夾我的 所以 因為我們在澳洲 其實我們都會分開吃 可是我覺得這樣吃很好吃 因為台灣的早餐 真的很好吃 可是因為我已經到了這個年紀 我都會注意身體健康 所以我很愛 你是在提醒我們 對 我是提醒自己 叫我們醬不要加多 真的 不要亂吃 所以我是 因為我很愛喝豆漿 可是一定要喝 對啊 因為我覺得 線膜的就是感覺比較濃一點 對 它喝起來會比較 對 對 所以那種像如果用泡出來 就是很用在喝水 對 線膜有時候會有一個膜 什麼 對 OK 感覺完全不一樣 內行 我們看到你吃鹹豆漿就佩服了 真的 真的 台灣魂 對 台灣魂真的 這是我也超愛吃油條的 我第一次吃到油條就覺得 它是一個很長 很長酥酥的 酥脆的薯條 我覺得超好吃的 像大齊多 對 很大齊多 然後我最喜歡它裡面 就是外面再包一個燒餅 就覺得 很剛好耶 因為有時候搬出 會覺得有點太油 那再包一個那個 就 完美 就說台灣早餐 好奇怪 台灣真的不理解 是 第一個是什麼早餐 好 這很正常 這很正常 誰說的 誰說的 還會發貴 大姐 好好聊 為什麼 漢堡 你們也有啊 漢堡就是 漢堡就是來自漢堡這個詞 那漢堡 至少在美國 我不知道歐洲 因為漢堡也是歐洲的食物 只要它是漢堡 基本上我們絕對不會 早餐吃 它一定是 午餐或晚餐吃的 那 所以 我就覺得 看到漢堡 那麼多 在台灣早餐這樣都是 啊 早餐一定要吃漢堡 漢堡蛋 你拿來的漢堡文化 因為 那個 絕對不是我們美國的 真的喔 請我們在場 唯一的難學發表一下 對 我第一次來這邊 看到早上 七點可以吃 漢堡跟薯條 真的嚇到 嚇到 薯條 還有薯條 還有薯條 真的 早吃那麼油的 因為我們覺得 漢堡跟薯條 是麥當勞的食物 然後麥當勞的意思是 不健康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你吃這個 你會很胖 但是其實我們 你們 你們不胖 所以我 對 一直吃 一直吃 台灣的早餐的是 滿不錯 所以你們是錯誤的觀念 對 要越吃會越瘦 來 麵線 麵線很清楚 是我提出的 什麼了嗎 四小時提出的 因為我們泰國早餐 不是早餐 三餐我們都吃飯 所以來到台灣的時候 哪有 你們路邊很多那種 河粉湯那種 河粉 差不多午餐 我們才吃 對 妳也很嗆喔 沒有沒有 我沒有嗆 我在泰國 我們的 華人的電視劇 是 對 都是看到 他們早餐 你們早餐 燒比油條 都是 對 好像你們三餐 都在吃饅頭一樣 對 當兵也沒有三餐 吃饅頭 你是漢古裝 吃饅頭 然後來到台灣發現 沒有 台灣很有漢堡 很有三明治 很有一堆東西 對 很多 然後我想說 台灣應該有各式各樣 然後 有了 我老公 因為我剛來不會講中文 都是 我先生幫我 就是買來的 對 然後他就想說 給我 吃吃看 對 他說買來一碗 東西 然後他說老婆這個 很好吃 很好吃 我們台灣的 台灣就是要這樣吃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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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很好吃 打開 然後撈起來 怎麼樣 香不香 好香喔 好像鼻涕的樣子 好香喔 好香喔 你的鼻涕有這麼香 喔 香是香 但是它勾勾這樣 勾勾的 對 然後我想說 早上就要吃這樣子的東西嗎 對 在我們那邊都是午餐跟晚餐 所以這個很奇怪 我超愛麵線 我覺得我來到台灣 我吃過讓我最驚豔的就是麵線 所以新加坡沒有麵線 沒有麵線 然後呢 我是因為在劇組裡面 劇組很愛買不同的早餐 然後就那天我就看到 這碗是什麼 說你吃吃看 那我也吃這個 驚為天人 而且我又最愛加 大蒜 辣椒 醋 還有加香菜 你知道我每天吃吃 麵線好朋友 對 吃到那個男主角 就跟那個買便當的人說 你不要再買麵線了 因為我不想跟女主角一直 有加蒜 蒜味 我自己也沒辦法接受 就是蒜味很重 一直在嘴巴 因為有時候就是早餐 就是還是會想要吃 比如說涼麵這種 就是那種蒜味 涼麵 蒜味 我就會一直想辦法去壓那個味道 但壓不掉 大概要晚上才會出來 內好 內有時候會酸甜 對 好好吃 OK 接下來 下一個也是經典的 鹹豆漿 而且鹹豆漿呢 之前我們那個 國民老婆 新人結衣 她就有說 如果可以出國的時候 她就是要來台灣吃鹹豆漿 對 然後她說 因為她最近在看一個漫畫 然後裡面就是介紹 鹹豆漿有多好吃 又多好吃 所以她綜藝節目裡面就說 鹹豆漿你敢吃嗎 敢啊 不敢的點是什麼 不敢的點是什麼 她只是看起來可怕 但不會啊 鹹豆漿 鹹豆漿是我唯一來台灣 二十幾年我不敢吃的 真的嗎 這我來台灣吃 我來台灣吃 這還在世界啊 這樣有跳的嗎 也有有跳 對 有跳跟鹹豆漿很好吃 妳喜歡吃鹹豆漿嗎 很好吃 很好吃 妳是台灣人 有跳超級好吃 有什麼矛盾我不懂 妳有辦法嗎 OK啊 我可以試試看 寶玲 你怎麼不說話 我不行 你不行啦 我不行 為什麼 你有試過嗎 因為我覺得可能 就是 都夾人家 這個味道真的 而且又稠稠的 又有點 而且它的味道很像那種發酵完 要發酵完 又還沒發酵完 那種酸酸的味道 你有吃過 我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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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都聞過 請問 你吃過臭豆腐嗎 好香喔 臭豆腐 然後我也很喜歡吃酥餅 起司蛋餅 因為我之前都是吃起司蛋餅 然後我也會點素餅 然後老闆跟我說 欸妳要我放在裡面嗎 我說 可以也不錯 然後對 然後也卡拉雞腿漢堡 是起司蛋餅 對 卡拉雞腿漢堡 是最好吃的 然後我也有拍 好耶 來看一下早餐店 對 對 這個好Logo的 他的味道 我都在那裡 他Logo的 我好喜歡聽那種早餐店 在那邊翻雞蛋那種聲音 但大家就是 欸 這是你耶 欸 為什麼你可以在裡面 所以是你的早餐店嗎 因為 我 五五三年前 開始去那邊 然後我去那邊的時候 他們現在不會叫我摔哥 德國師是哪里 他們認識我 然後 然後有很多人的時候 那客人會幫忙 老闆做飯 然後我覺得 我很喜歡那個早餐店 是因為是很Local的 比如說我覺得 買尾燈跟別的不錯 但是這個真的是台灣的感覺 人情味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這麼認識誰家 就是老闆 老闆 而且他是站在消費者那個位置 他不是站在廚師那個位置 對 那個卡拉雞腿漢堡 然後 乳酪 對 乳酪餅 也好好吃 對 然後我就渴了 然後我認識這一家店 是因為有一天 我半夜三點還沒 我熬夜 然後我獨自有一點二 所以我看Google上面 然後我看到有一個造餐店 他們半夜兩點半到 下午一點都開門了 每一天 所以他們超級 他們兩點半就開了 對 因為我不太喜歡豆漿店 我覺得造餐店比較好吃 所以我想造到一個造餐店 對 然後我很喜歡那個地方 是因為 那邊的 的人 上班的人 都是姐妹 是一個媽媽 然後是她的四個 喔 家人 對 她的四個女兒 他們都在一起上班 然後我去那邊的時候 好幸福 對 我真的有那個 因為他們會問我 最近怎麼 對 這麼癢 對 然後我今天 比如說我今天 我早上 我忘了一個 我去那邊 然後我忘了一個東西 然後我回家 我發現了我老闆 打給我 用來打給我 然後我發現 欸 我也有他的來 我沒有發現 對 所以我很喜歡 對 超級喜歡去那邊 真的 跟回家一樣 自己的家的感覺 好 寶玲 我覺得你在台灣 不管你喜歡吃什麼 真的不重要 重要就是人 因為台灣的早餐店 就有這個 人情味 對 然後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外國人就是 會有時候會孤單吧 嗯 特別是那個 過年的時候 對 幾乎每天就會去早餐店 跟老闆講話 然後就是跟他 就是因為我發現 他們真的會 這故事會讓人想哭 真的 因為他們會關心你 然後會說 你今天怎麼樣 的確他們很nice 有些阿姨們老闆的 就是早餐店的老闆們 他們也會想要介紹給我 他們的孫子 孫子 然後妳要拒絕他們 真的有點 沒有 妳真的要拒絕 對 因為爸爸真的會帶妳的家 對 娜 我是穆斯林 所以我們不吃豬肉 對 不能有豬油 那外面吃東西 很容易 台灣很容易 所以我們都是 大部分我要吃東西 我都是吃比較簡單的東西 像地瓜粽 這個我非常喜歡 然後加一個小饅頭 小饅頭 我也是做一個VCR 是我的第一個早上在台灣 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第一個東西吃 是那個早上 好的 看一下 謝謝 哈囉 大家早安 今天我來吃 好帥 是蠻豐富的 台灣早餐 今天的早餐是什麼 一個豆漿 蔬花乾 然後一個是菜包 然後這個是台灣的特別的麵包 我都是喜歡 我都很愛吃 是薩餅 非常喜歡吃 這個我第一個請 我覺得這個是什麼東西 沒有麵包 都是白色的麵包 或者我們知道 是這個steam bread 另外我們都是講的 steam bread 對啊 肉包 那時候有那個 菜 然後就一個姐姐 回顧2001年的那個早餐 呵呵 我已經習慣吃 我已經習慣吃 當晚的早餐 第一早上當晚 大家都不喜歡 因為 東西跟它不一樣 燒餅 很中式 真的好中式 對 中式早餐 好 謝謝 拜拜 很經典的中式套餐 那個味道就是 你來到台灣 第一個早餐的味道 第一個早上是豆漿 第一個 我就喝到家真的不習慣 現在愛上 因為我看到是白色的 所以後來已經習慣了 現在已經20年 所以已經習慣了 除了這些也外 還有傳統地瓜粥 對 還有地瓜粥 配料小菜也很多 地瓜粥 我喜歡吃這種的東西 像早上天 我去外面吃這個麵包 就是這個 真的 嗨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 按讚 追蹤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